我们朋友在美国 他们呢 就说会去搭大众捷运工具 所以呢 他感觉有一个方法不错 他说他去买手扒机的 那个手套 那个薄薄的嘛 用过一次就把它弄掉 结果你知道被买光了 我们想到的人家都想到 远卫生紙都被抢购 然后后来呢 去柜台结账的时候 顺便问他说 还有那个透明的 那个手扒机手套吗 他说那个没有了 他说这里有一盒送你 那个人自己也囤了一堆 所以我觉得可是那是好方法 他们外国人对手套接受 都比口罩还好 就是他们反而会有这个习惯 或是愿意去戴手套 但是他到现在还是 对口罩没有办法接受 你看那个是不是一个好方法 你不会你坐公车 你一定要拉那个拉环嘛 或者是你也会去碰到那个 那个以备把手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好方法 听说带了之后 你就不由自主 不会想要去碰脸 对 平常手闲着没事 摸着摸着 但是你带着那个 你就没想要来摸 带着那个就是讲 手扒机 对 但是有一个关键是 我们现在是所谓的飞沫 飞沫出去以后 然后接触嘛 对 其实不是说我接触到了 我就会感染病毒 对 有一个问题是 眼口鼻 对 特别是黏膜 因为那个病毒是透过 鼻子嘴巴的黏膜 甚至眼睛的黏膜都可以 所以那个 就是说防护等级 比较高的那种实验室 或什么开刀房之类 我们还要戴眼罩 我们急诊医生都会戴眼罩 就是因为黏膜会进去 但是如果你戴手套 你还是要注意就是说 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你要从里面这样 把它拿下来 对对 不要去碰外面 外科手术无菌的概念 还有就是你戴了手套 你也不能够再摸脸 不然一切都白 都白废了 所以像他们亲黄 有戴眼镜 是不是就比较安全一点 稍微好一点 他们有在呼吁说 稍微好一点 好很多 你自己不戴就讲这种话 没有我平常我都戴护目镜 我上次来录的时候 我已经戴护目镜 戴两个月了 你是看医生 你是在看病人的时候才戴吧 我在外面 我都戴angel跟护目镜 我两个月前 我一月底我就开始这样做 这样不会很麻烦 很闷吗 我们周围 那个我们邻居社区 7人都觉得我很奇怪 那现在还有 可是我就一意孤行 现在还有跟老婆接吻吗 没有 有垃圾吗 没有爸爸 我家里的人倒是不用紧张 我相信潘医师讲的是事实 像刚刚我们还在化妆室的时候 你总不会跟你老婆还要二采三采 确定阴性之后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接吻 我来 要接一下后来 稍微我去 可是我们家 因为我岳母是病人 她是植物人 她其实每年都因为感染 去医院三四次 所以我们家本来就是例行 一进门就要按那个消毒洗手 对 然后家里到处本来就在消毒 我们本来平常家里都有背口罩 所以我之前就 而且医院 我们一月中的时候 因为流感 就已经规定要戴口罩了 所以又有这个病毒以后 我就升级 我本来就在戴口罩 本来就在洗手 干脆戴angel了 好好好